欢迎收看小高最近的中国国拼战绩 起伏不定 受到了很多球迷的质疑和批评 而国拼战绩的起伏不定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男女队的主力球员缺阵 比如说男队的马龙 樊振东 王楚钦 女队的孙颖莎 王曼玉 陈梦 球员缺席比赛 已经是够郁闷的事情 可是让很多球迷没有想到的是 10月29日 国际拼联官宣了罚单 而在这一张罚单上 此前获得了巴黎奥运会 女单冠军的陈梦也是榜上有名 陈梦为何会被国际拼联处罚呢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陈梦缺席了法国冠军赛 根据国际拼联的相关规定 如果运动员缺席WTT的比赛 所属的拼协必须提前提交 运动员缺阵的伤病报告 进行缺赛申请 在得到国际拼联的批准之后 球员才可以退出比赛 而如果球员没有提交伤病报告 直接缺赛的话 本站的比赛将得到负零的处罚 负零处罚是什么意思呢 WTT的世界排名 通常是计算一名运动员 最近八站比赛的成绩 而运动员一旦没有申请直接退赛 退赛的这一站将被负零处罚 这也意味着这名运动员的有效成绩 其实只有七站的 这对于他的世界排名来说 是非常不利 而对于国拼来说 一旦陈梦的世界排名调出了前四 无论是WTT的比赛 还是国际拼联的比赛 他将不会成为四个半区的种子选手 这也意味着 陈梦在四分之一决赛 就要先和中国国拼的球员内战 对于国拼冲击金牌 肯定是不利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站的比赛 孙颖沙 王曼玉同样缺席了比赛 但是孙颖沙这边 显然是女队 及时的提供了伤病报告 所以在国际拼联 开出的这一场罚单上面 并没有孙颖沙的名字 孙颖沙也是躲过了处罚 或许扣出一站的积分 但是国拼女队主教练 马林这边本来是有办法 合理的通过规则 去保护球员的权益 毕竟在奥运会过后 陈梦的腰伤也是曝光 马林本可以提供伤病报告 让陈梦避免被处罚 而如今陈梦被处罚了 显然是国拼这边 没有及时提交伤病报告申请引发的 就这件事情上 马林不该犯错 他本可以更好地保护陈梦的